三倍變成19元 臨場大熱門就上了一些 就要用29元開跑 夢魂飛區 落飛的馬牛精財星去到42元 步步穩得很厲害 70多元落到5.6元 又開心多多落到5.2元 將軍也去到9.8元 準備 我們現在開集的時候 蜜蜜麵塊這個馬筆 看到中外檔的馬筆 有這個飛天快馬 赤道小指的 中間的馬筆 還有這個好運贏家 內蘭位置就是牛精財星 中間夾著 跟得很前 夢魂飛區 中間夾著 還有這個開心多多 再外面的馬筆 黑衣橙帽 就是這個步步穩的 還有多少馬筆 先看到將軍 奇異複星 富士神 內蘭 尾衫就是嘉俊 暫時殿後的一對馬 就是五谷豐收 以及這隻出奇 向著這個 第一千米段駐進發的時候 前面好運贏家 就拍著這隻飛天快馬 放頭 在大外檔 有四疊粉紅色帽 那隻 尺度小指 中間的馬筆 有這個步步穩 開心多多 內蘭位置 聞風味道 還有這隻就是牛精財星 在後面的一疊馬 才見到還有這個將軍 夢幻飛區 中間咬了上來 在後多少 尾五位置 內蘭駕進 尾四上的多少 就是這個富士神奇 暫時後面那三隻馬 就是奇異複星出奇 以及五谷豐收 轉彎中間的時候 前面次序 沒有什麼變動 好運贏家 先按著姜承 尺度小指 第二位 內蘭攝上來 第三位 還有這個牛精財星 中間位置就是這個飛天快馬 再大外檔 就是這個步步穩 側上去外面 就是這個將軍 中外檔才見到開心多多 以及這隻就是夢幻飛區 入到最後二百多米路程 前面首先突圍出 就是這個步步穩 中間打上來 就是這個開心多多 在外面的馬筆 還有這個五谷豐收 在裡面才見到 還有就是這個開心多多 前面就是牛精財星 入到最後二百米路程 步步穩騎幾步 首先突圍出 現在上去到五谷豐收 一直在殺上來 中盪位置 還有將軍 過了點第一名 步步穩 第二名五谷豐收 第三名將軍 第四名拍照 牛精財星和開心多多 結果這場賽事 哇 贏到沒得跑 這隻步步穩 直路一出頭 最後轉轉腳 直奔終點了 留住鬥重一段 那隻 就五谷豐收 殺上來跑第二 第三名將軍 第四名很接近 開心多多 應該第四 是四牛精財星的第五 第五 吃飯煲美壺 步步穩 今天一早已經守著四五位 上次一縮縮到尾 那些人披繩 不對 贏了你 真是五谷豐收 偷偷賣賣 但是呢 零零尾尾尾 跑得好 已經不是第一次說的 將軍也跑得好 拿回第三 今天的排位 其實不是那麼理想 吃一煲美壺 步步穩 最後一路落飛 只有五十六元 到跑的時候 五點六倍 走好位 走好位 而有遮擋 吃一煲美壺 蘇明倫 都交到八分 九十九至一百分那邊 趕不趕得到打比 直路 最後報告有什麼特別的事要說 直路 看看 原來這場很大段 看看哪些是比較重要的 先 製製碰碰 接近1500米 先看第一單 開心多多立備 好運贏家的後題 當時好運贏家 還未充分帶來的時候 向裏面移入 少少嚴厲譴責 徐坤偉告價他 加倍小心 去到接近1400米 搶口的開心多多 牛精財星和夢幻非區 都收慢 避開飛天快馬的後題 當時飛天快馬 尚未充分帶來的時候 向裏面移入 小組譴責列高力 和告誡他又要加倍小心 另外跟隨著開心多多的假進 又要收慢 直路大部分路程上 奇異覆升未能望空 因此未能全力思維 另外有問 為什麼這些馬 會放在前面走 徐坤偉就說 他獲指示 假如賽事捕捉快 他應該居於後列徑跑 但如果捕捉慢 就應該居於較前的位置 都可以接手 他說他在短道程上 一路吹拆好運贏家 因為沒有其他馬不帶頭 所以就撤入內蘭領方 他說這樣做的時候 他就立即收慢 這馬以萬步速徑跑 另外有查詢 夢幻非的差略表現 柏寶就說 開閘之前 其實煩了不安 和向前衝 馬出閘其實很好 走勢不俗 但當飛天快馬 在接近1400米 向裏面邪跑的時候 就受到妨礙 其後他就留後 又居於步步穩的後面 以確保搶口的座 其實有遮擋 直路上的馬加速 就未如預期 授以後發現 馬左後腳的勁骨 就有一絲擦傷 這些應該是濕碎的 刷傷又沒什麼 這場馬是夢幻非區